我跟你说 这个厦门真的特别好 玩的时间多 忙的时间少我跟你说 那边有大海浪 健身房 拍摄特别好看 还有水凉款 哇塞 真特别好 你们俩这是去拉斯维加斯 登记结婚了吧 这么晚才回来呀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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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既然你俩回来了 跟你们通知个事 俱乐部安排我们参加个活动 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粉丝见面会 拍个围绕 就当玩似的 那诚哥既然不愿意去的话 那我只好取消 去厦门的机票了 什么 去哪儿 厦门 我们如果不去呢 也就错过了一次 与美食接触的机会 错过了一次 与一个美丽城市 亲密接触的机会 遗憾哪 遗憾 别 别 别啊 我们住的酒店离夜市远吗 活动是陈表出来了吗 几点开会几点收工啊 要是收得晚 夜市收摊了就不好了 你们到时候都别拖啊 唉 你们说一千到一万的 那去不去 还不得诚哥说了算呐 诚哥 去不去啊 去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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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喂 妈 对 我们已经到厦门了 挺好的 就是有点下雨 你们不用担心 我先挂了 大姐姐 你是笑容吗 你是 真的是你 我是你的粉丝 粉丝啊 你打职业之前 我就特别喜欢看你直播 我也打中单 跟你学了好多技术 我现在端位还可以 再往上打一点 估计就能碰到你了 我的梦想就是和你打一把游戏 姐姐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好啊 杨茜 一下子没看住你又乱跑了 还到处和不认识的人说话 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 我没乱跑 也没和陌生人搭话 这个小姐姐 是我喜欢的电竞选手 什么选手 电竞 行行行 电什么竞啊 不就是打游戏吗 你们这些小孩啊 沉迷游戏耽误学习不说 还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走了 走了 萱茜姐姐 我也想打职业 想拿冠军 今年的全国总决赛冠军 就拜托你了 再见萱茜姐姐 行了 走了 走了 行了 以后别乱跑了啊 你怎么来了 你整整消失了三十分钟 我以为你被人绑架了 我又没有钱 刚打职业三个月 就被扣了三个月工资 资产是负数 我有钱 要是绑架你跟我要钱怎么办 要五百万我也得给你 刚才消鬼谁啊 一个小粉丝 说什么了 要签名 她说她还想打职业 不过职业道路被老妈干口 问你个问题 我使用期过了吗 有一点 我喜欢你 我已经这么过了 我应该不过了 你前面 这年的歌 我应该这么过了 你感觉 不过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问的 你俩这样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藏得挺好 谁都没发现 那谁先打破纯纯的革命友谊的 我 我威胁他 如果不乖乖就范 我就把他猫给扔了 所以他就乖乖就范了 我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你们这样不对啊 队里就这么一个姑娘 我们哄着护着捧着 队长你身为队长 背着我们一言不合 就自己先拱了 我不先拱 那还留着给你们拱吗 你 我是队长 不是雷锋 是 还有你童谣 说好的好好打职业 不跟电竞职业选手谈恋爱 职业选手全都是渣男呢 你就这么打自己脸啊 队长又不是简阳 他不会骗人 平时就看看比赛视频 打转什么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空气中散发着迷人的狗粮香味 你俩咋对上眼呢 不知道 就骂着骂着 骂出味道了呗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听说过没 点起脚在超市藏水的时候 特别可爱 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可爱 被阿泰的玉藻前打败了 一个人坐在位置上 哭了一晚上 冰淇淋了一晚上 试神的时候 可爱 赢了比赛 不知天高地厚 而且没礼貌地 对着杨生说骚话的时候 可爱 聪明赛里赢了我的时候 肖章的样子更可爱 我就随便问问 我还能再说好多条 你留着去教堂 跟你们的主婚人说吧 你不想听吗 最后一个问题 你俩 到哪一步了 只 只有你看到那样 没有其他的了 你还想问什么 全都告诉你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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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让我安静玩 去去去 你们先走 走得远远的 对 就对了 我那个喷雾用完了 我要去买喷雾了 不行 以后你想要什么 直接跟我说 我去帮你们 我给你当了两年的辅助 你连支洗棉奶都没给我买 明天早上别吃到啊 别吃到啊 早上别吃到 拜拜 拜拜 明天维绕路完之后 咱们去哪儿玩啊 你想去哪儿啊 去吃好吃的吧 好啊 小姐姐 你们今天晚上 怎么睡啊 怎么睡啊